欢迎来到硅谷早知道第三季,我是徐涛,您在硅谷的特派记者。 这个世界因科技创新而聚变,那就请和我一起,在最前线,观察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变化、影响与机遇。 这次访谈是关于开源软件话题的第二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开源软件从一个松散的,完全由志愿者维护,并且多少和大公司对立的状态,变成了有商业模式,能够吸引大公司参与,并且有一些被大公司巨额收购的状态。 那在这一集中,我们会接着讨论大公司支持开源软件的其他理由,以及开源软件公司依然面对着很多风险,我们也提到了中国的状况,那就请大家享用。 再回到那个关于商业模式讨论,就如果我稍微总结一下的话,现在开源的商业模式,它好的地方是,首先那个公司对这个软件是有控制权,所以质量是能够保证的,然后他们又跟那个developer的距离是非常近的,所以无论在销售或者是做那个marketing方面,可能距离比币源的更加近一些,所以这都是它的优点,那它的缺点会有吗? 不只是近,而且是low cost,就比如说support,让community去免费给你做,还有一个好处是freemium,freemium就是使得大家开始用的这个starting point就变成low了,不是说我先要去琢磨,哎呀这个东西多贵啊,你反正先用起来再说,对吧? 就是说用得好再付钱,对,所以说这个freemium model,我觉得是创新也好,微创新也好,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哼,所以就是说了这些好处之后,现在这些开源公司它在商业模式上或者在就运营这个公司上面会有哪些风险或者缺点之类的吗? 最大的缺点,其实我觉得是如果你做了一个数据库也好,做一个任何一个什么样的软件也好,你做得很好了,AWS这样的公司或者Ali这样的公司是不是就把它拿去,然后它来做一个云的服务。 抛一下吗? 对,就比如说像MongoDB或者说是MySQL这样的公司,自己都已经有不少revenue了,但是我几乎可以保证AWS从这些软件offer as a service的时候赚的钱可能应该比这些公司都要多得多。 但这个就是其实本质上并不是开源跟闭源的竞争,而大公司跟小公司的竞争,对不对? 对,但是开源使得这些云计算的大头有这种possibility,就是如果说你是闭源的话,你谈都不用谈,想都不用想,开源至少是就是说我可以用我运维的优势,把这个开源的东西做成一个很好商业价值的东西。 然后你怎么去跟我打?现在一堆的这种公司在考虑我的license是不是要变掉时得? 像以前公司邪恶是一些老的IBM, Oracle, SAP,现在邪恶的其实是一些像AWS, Amazon这样的公司,他就拿过来就用了,用了然后你小公司也没什么太多责。 对,其实就像浩宜讲的,他的这个挑战点是在于说,本来以前大公司用这个东西,它是有成本的,就如果说它是非开源的,它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小公司竞争的话,它实际上有一个时间差,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差没有了,那同时大家都在竞争,这边是AWS投入了海量资源,那边是一个三四个开发者想做的东西,那本身从竞争角度上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个颠覆性的竞争优势。 所以这可能是说现在开源平台还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很简单的一个理解,比如就是说我有一个系统,然后我现在是我先去做它,那如果我没有把它开源的话,那大公司不知道,等我正式发布出来之后的话,我可能领先它至少一年到两年。 OK。 但我现在开源的时候,大公司同时和我做。 但不是说那个,其实现在商业模式当中可以把一部分是。 你可以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可能是你核心后台的东西,但现在说实话,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核心后台的东西,大公司它也不一定是说要把你核心的东西拿过去, 它需要的是看到的是说你探索出来这么多应用的可能,探索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细分的应用的市场,那探索出了这个市场,感觉是有很大的潜力的时候,大公司如果把这个东西拿过去,它自己建在自己的系统上面去放起来做的话,它的速度会快很多。 而且AWS本身就已经有一大打包了的服务。 是的,可能让。 它distribution也更快,它不只是说产品建起来,它还有说到后面的一个分销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运维的优势很大嘛,Overnight一个晚上就可以有1万台10万台服务器提供这个服务,它如果想要做的话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小公司来说这就是比较困难一点。 对,我觉得现在另外的话就是开源整体开源社区平台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我提到说刚才其实产品的这种应用开发越来越多样化,但它也越来越多碎片化。 这碎片化之后的话会造成说整个这个社区或平台里面或者这个服务器上面所呈现的这些应用它太杂乱。 太杂乱的话本身从公司的角度你很难从中去看到说筛选出来哪一两个是真正有价值的。 另外一个的话还有说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流程问题,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开发者,我在使用一个开源平台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可以过来给我各种各样的反馈,然后使用我的代码,那我获得的信息量就会特别的繁杂。 那我可能作为一个开发者跟5年前比较,我现在要处理的信息量反馈的东西比5年前要多很多,那我开发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效率就会下降。 所以这也是它需要去解决的一个我们讲的很现实的在我们叫operation logistic efficiency的一个问题,如果说能把这个项的问题提高的话呢,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否则可能有些开发者就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平台上并没有获得我想要的效果,而且我牵扯了非常大量的精力。 对,这些都是day to day都会碰到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亚马逊这类公司对开源产品是最大的,因为你看elasticsearch,mongodb,应该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开源公司,他们每天烦恼的其实都是亚马逊怎么去跟他们有什么,像昨天那个亚马逊说,那个elasticsearch,你不让我那个改你的code,对吧,然后那我自己分支出来,我来做一套,那以后大家就比较困惑了,以后我是因为elasticsearch,你不让我改你的code,对吧,然后那我自己分支出来,我来做一套,那以后大家就比较困惑了,以后我是因为elasticsearch,你不让我改你的 elasticsearch的呢,还是用亚马逊的,这些都是对这些公司会造成挑战,所以就是对于大公司而言,他到底怎么决定说我自己是做一套,还是说我把你收购过来,哪个他一定是从经济价值上去考虑啊,就怎么样的话,他的一个投入产出比最高,我以最低的成本,然后获得最大的效果,但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能从表面上看到公司他所有的真实的意图,你可能只能看到说他做这个行为收购这个行为,他可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好处,他可能还有长线的战略价值的一个布局,或者说他即将 推出的一个产品或平台,和他收购的这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契合度,所以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我觉得大家不要去乌托邦的觉得说大公司为了支持某个看员平台,或怎么样要会去做这种行为,或者大公司因为改变了他的文化,所以才会去做一个调整,不再邪恶,所以才去,所有都是经济利益去驱使的,经济利益去驱使他觉得现在我无论是收购他看员平台,还是说我跟他合作,还是我直接去拿他现在上面的应用去 去使用,是成本最低,产出最高的,他就会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现在一个好的方向,John Howie提到的,因为很多公司意识到说,我无论是收购这样的开员平台,说和他去合作,可以给我带来更大的经济价值,同时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建立更好的口碑,让我在未来在这个社区有话语权,所以这是他们想要的,但是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它其实AWS,最大一个特点 还是因为他在云服务层面上的,接近于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给他非常大的优势,那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他可以计算出说,我用其他的方式可以获得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投入,所以他现在行为还是比较粗暴的,就是我看到你这个好,那我就拿走 对,他还是,本质上还是没有过于大的竞争对手跟他在那抢,就像说Google他把那个TensorFlow给开员出来,就因为是他在AI上面可能处于抢地盘的状态,所以他会采取这种决策 微软也是一样 对,那来说一下那个IBM为什么会溢价那么多收购红帽,就如果是这种经济啊,或者是利益方面去算的话 我不觉得开员不开员是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关键是红帽 然后他的,其实张罗提到最终还是一个商业价值,他的IBM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他软件的成分要提高,在操作系统这方面他需要有更多的话语权 我觉得这方面是,而不是说是这是一个开员的操作系统,或者说怎么样,我觉得这当然是有一部分成分,当然了IBM也是一直蛮喜欢那个开员的 但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小的成分,最终还是商业模式上来讲,他觉得那个红帽做的这件事情,跟我平时提供的服务 更加有一致性 对,而且可能还要考虑到说就是这个大公司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布局 就很多公司,比如说就举例来讲,就像微软,当然大家印象中觉得微软说非常多的险金 非常大的一个企业,非常成功 但是一直以来过去这几年,其实微软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在微软那边做创新导师 他们跟我聊很多就是他们在西雅图很有影响力 但他觉得他们被整个硅谷就像隔离了 他没有参与到硅谷过去这几年的整个的创新周期过程中 为什么没有参与,就是因为很多优秀的开发者他不愿意和微软合作 微软在Enterprise这个层面,企业层面是非常强势的 他的产品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在和开发者这个社群里面 在跟他和GitHub收购之前实际上就像浩宜提到的 是有很多对立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一方面是短期商业价值的考虑 还有一个就是长期商业价值的一个布局 那未来如果说是一个基于平台的应用多样化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的话呢 他需要很早的就把这个信号放出来 而且这也是他的一种方式 通过他的这个收购 然后搭做一个桥 他不仅是在西雅图开始持续他的影响力 他也希望这个桥梁可以把它连接回硅谷 然后可以参与到硅谷下一批 甚至我们说的AI的这个创新的应用的创新潮中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会分析就会能看得很清楚说 为什么大公司会做特定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他会在当下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说不定隔两年我们会发现AWS也开始收购 AWS也开源了一些项目 但他可能开源挺少的 对AWS做的比较就是说擅长的事情 就是那些有名的开源的产品 他把自己的应为能力跟他结合起来 然后变成自己的服务 所以说开源产品 20年前开源产品想的是 我怎么去跟必源产品去竞争 比他便宜比他怎么样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 开源产品最近几年大家意识到 其实我的竞争有几个 第一个我自己是不是有商业价值 其实竞争者是自己 如果我这个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 那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可以做下去 第二个其实potentially是其他开源的产品 包括现在像卡夫卡做的好 而单单也会有一些新一代的卡夫卡 所以说卡夫卡或者Confluent 这个公司名字叫Confluent Confluent考虑的其实不是说一个币源产品 而是说另外一个跟一个开源产品 是不是能够比卡夫卡做的好 这是他们要担心的 所以他的竞争对手 第二个竞争对手是其他开源的 第三个就像张璐跟我刚才提到的 其实是那些大公司的运维能力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给消化去 然后使得跟我竞争 因为最终我作为一个开源公司 我也要去做运维 提供一个云服务 但是如果AWS 他的能力运维能力 可能比我强个十倍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问题 这里面其实这是至少是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还可以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Databricks 它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开源产品叫Spark 目前还没有看出来 就是说因为AWS同时提供Spark as a service 然后Databricks也提供Spark service 然后Databricks比它远远的烂 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现在觉得还是有一拼 长期来讲是怎么样 其实还是大家要观察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开源产品 其实现在还是属于早期的 有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了 就是像亚马逊 阿里这样的云居上的公司 最终它是主导所有开源的主导权 因为它最终的运温能力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 至少现在还是 朝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发展 是有并存的 就是说我这些做得好的开源公司 我自己也能提供一个服务 然后那个AWS 然后阿里云也把它提供 so far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未来趋势并没有那么的明朗 还不明朗 能再做一个案例分析吗 就像Netflix 它本身是一个成长很好 盈利也很好 然后它在前几年 像云迁徙 把服务放在AWS上的时候 自己开发了很多 耕耘相关的开源的东西 就这个是为什么 我觉得在你提这个Netflix很好 因为我刚才也在想 就是说有什么东西 使得过去几年的Open Source 开源的产生一些比较质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意识到商业价值的重要性 第二个是云服务 其实第三个就是有一批公司 包括Netflix 包括Google 它内部开发很多东西 它后来意识到过去十几年 它意识到 其实我不需要对这些软件产生主导权 因为我最终是用这些 Google的商业模式 跟Netflix的商业模式 并不是从这些软件上面赚到钱 如果说我把它开源出去 然后大家只要有一丁点的 能够把它给提高 对我来说也是件好事情 我本来我就不是靠卖软件 我是卖电影电视为业的 所以说软件开源出去 对它来说是很好的 所以说你看到有一个很大的 包括一些现在有名的一些 Open Source 都是LinkedIn Airbnb Netflix 这批公司把它给放到外面去 这也是使得开源 这个社区在着重成长的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们从商业利益上来讲 他也乐于看到 这些软件成为免费软件 对而且从大公司的角度 其实大公司在硅谷这边 它一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内部一个是效率性 你公司到了一定规模 你的效率很难提升 而是一个创新性 那怎么样通过一种方式 去解决这个内部问题的话 利用开源平台 就是很聪明的一个方法 相当于我吸收到外界的这些资源 然后帮我提高我的效率 降低失措成本 同时的话带来创新性 我觉得这件就是新时代的 磨刀不误砍采购 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开源社区 也有说其实是开发者互助 然后开发者互相帮忙 开发者去答疑 包括说是寻求一些反馈的一些地方 相当于现在大公司 也加入到这个社群里 他们也需要帮助 他们也希望说 能够在帮助的过程中 有一个大家说双赢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也提供东西给你使用 同时的话 你帮助我这个产品进步优化 我的效率提升 然后你获得好的产品体验 不知道你们会知道 中国的开源社区 大公司的参与是什么状况 中国首先软件 本来就要比美国落后一点 就是付费意愿各方面 所以说开源的 也会比美国落后一点 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中国用开源的一点都不落后 其实我知道像MongoDB Kafka 它在中国的download的下载量 其实是已经超过美国了 像MongoDB 你说免费版本 免费版本的下载量 像MongoDB 它在中国的下载量 是美国的两倍 所以说中国用开源 肯定是一点都不落后 如果说落后的话 我觉得是商业化 然后怎么个去扶持这些公司 良性循环的这么一个周期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 现在在美国这些开源公司 还早 但是开始看上有苗头 是能够走进良性循环 中国还是更早 对我想可能中国公司 比较大的开源新闻 就是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百度把他阿波罗的 无人车项目给开源了 这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对还有一个新闻 是阿里买了一个Flink 也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开源公司 最近几个月 然后其实跟Spark 当然他跟Spark的知名度 各方面要差很多 但是是做类似的 其实你能够看到 就是说像BAT这样的公司 也是在想买一些软件公司 然后这个时候有两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开源成为 他们的一个考虑的方向 另外一个 当然这跟中美关系有关 就是说在美国买公司 可能比以前挑战一点 所以说有些就跑到欧洲 李瑟列去买一些公司 但买下来 这些开源公司怎么治理 也怎么保持这种平衡 可能也是中国公司需要学的吧 因为毕竟参与社区还是很短 现在还是很年轻 我觉得其实中国公司 尤其像BAT层面上的话 它本身公司文化 还是说有它中国的这种特点性 所以它和开源社区的这种合作 我个人觉得还是停留在 最初级的通过这样的收购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宣传的 向去吸引更多的人才 来进行产品的使用和开发 但是你说它真的是不是就 有意向去形成像美国这样的 一大公司和小的开源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观察的时间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在中国已经 美国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也已经发生 就是我刚才说的提供云的服务 把它提供as a service 比如说就像我提到的MongoDB 它在中国 MongoDB在中国可能revenue 就是几个million US dollars 但是阿里提供的MongoDB as a service 它没有公布 但是有的人估计 已经十几个million dollar的一个revenue了 你是说阿里会像他也付款吗 阿里就自己去MongoDB的code拿过来 然后提供服务 这也是一个 但是这个收入是阿里的还是 阿里的 阿里的 给自己的客户 这个趋势至少已经开始了 我昨天其实还看到一个演讲 是腾讯的 他们内部有开源的这样的项目 他们想要解决的 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部门之间 总是在开发 就是同样的工具 就是像Netflix 他们遇到问题一样 每个部门都在开发类似的工具 他们就想 是不是可以解决这种效率问题 但他们遇到的就是说 这个KPI怎么算 那我到底是先干我的本职工作 还是先为开源做贡献 所有这些我觉得 其实都是中国公司 可能需要慢慢一步一步 去figure it out那种过程 对 这也是流程问题中的一个 就是像你讲的 KPI怎么算 然后包括这个过程中 怎么样的协同合作 那可能中国公益司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狼兴文化比较强一点 所以他彼此之间的 这种竞争力也很强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说 可能大家同时在开发 一样的东西 但是跨部门合作之后 那如果说这个竞争 到底算谁赢谁输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 还需要说有一段时间 文化上的调整 尤其是部门之间 是有竞争的 同时两个部门 在做类似的东西 对 你协同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我觉得好处 就像浩浩一讲到的 其实中国的开发者 就开发者社群 这个社群是发展的 非常快的 而且他其实和美国 这边的沟通交流 包括在产品使用上的 并没有说太大的 一个时间差 所以比如说像 腾讯这样的公司 当然他有他公司 本身的文化 但他也在吸纳 很多的这种 优秀的开发者 那他们本身来讲 那他也有自己的优先级 说我一定要工作完成 我要有KPI 但同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把产品做出来 如果说产品做出来 高效性低成本 是他最高的优先级的话 我还是非常positive的 就是我非常乐观 我觉得这样的模式 可以快速 在这样的企业推开 但你觉得就是 两边之间的 工程师的那种文化 会有差别 因为我知道在硅谷这边 可能崇尚自由主义 从80年代 90年代一直到现在 就是到现在 昨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 是鼓吹说我们要提倡的 并不是开源软件 而是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就是 程序员的自由啊 对什么这样 就反正就这种 很思辨的就在那里争论 但我觉得这种争论 可能在中国是没有的 如果阿里这么做了 可能也就这么做了 大家都觉得是默认的 那可能在这边 就会有一些争论啊 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 要从两个方向去看 一方向一定是说 文化 大的文化会影响人的行为 但是人的行为 或者说他做的这个事情 最后达成的结果 会对他反向 他的这个思维方法论 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对于程序员 包括很多开发者来讲 他很享受的一个 就是自由度数在于 他不管在哪个国家 他会发现说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一个人可以创造 一个很好的产品 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 这个过程 如果说他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他看到 这样的一个价值 他就会反向 对他本身的一个 思维方法论 有一定的影响 他就会越来越趋向于说 我其实是有点追求 说像你讲的 无论说是自由主义 还是说 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影响世界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建立一个社群 大家去共同努力 去影响世界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一定是说 一定有文化去主导 他做的事情的本身 会对他反向的文化 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你发现说 我们经常聊 不同的国家的 商业逻辑的差异 等等等等 但你真的说 让不同的国家的 程序员交流 倒不一定说 有那么大的差异 他们不能协同合作 这也是为什么 你发现说 我们自从开始有 软件开发之后 这个Freelancer 它其实是 非常活跃的一个平台 我在这里 我可以用这个 我可以用一个 欧洲的一个 就是爱沙尼亚的 一个工程师 我可以用一个 什么亚洲的一个工程师 然后他可以和 硅谷的工程师 协同合作 就是因为在 做事的一个过程中 他的逻辑是很清晰 和直接的 对 我觉得程序员上面 文化的差异 其实并不是这么大 BAT也有一批 海龟的也好 或者说 即使是土生土长的 他整天在 美国的开源的社区 里面很活跃的 很多很多 我一点都不觉得 有巨大的差别 如果说有巨大的差别 而是那些企业的 购买的 那个消费习惯 不一样 比如说买软件 本来就是 不太习惯的一件事情 为开源软件付费 更是不习惯 我觉得这个文化差异 更明显 程序员 尤其像BAT 他们成天都在 开源社区里面 混 我没看有什么区别 OK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张璐 跟豪义 做客 鬼谷早知道 谢谢豪义 谢谢许涛 谢谢张璐 谢谢许涛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或者评论 请给我们留言 或者在读者群中 进行讨论 加入读者群的方法 是添加 客星电台的微信号 由客星电台小助手 拉您入群 微信号是 客星电台的拼音权拼 K-E-X-I-N-D-I-A-N-T-A-I 如果觉得节目 对您有启发 也请转发给您 一两位朋友们 让他们也听到 这道节目 或者在您所使用的 音频平台上 给我们点赞 打新 这样都能够帮助 更多的用户 收听到我们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